大家好,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Nio元 欧洲的冬天快到了 在今年的9月26日 由俄罗斯向德国运行输送能源的北溪类天然气管道 北溪1号和2号发生了爆炸 导致天然气的大量泄漏 这样一来,导致了俄罗斯天然气的运输出现了巨大障碍 爆炸发生之后,多个国家发表声明 这次爆炸是人为造成的 此次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受了不可想象的恐怖主义袭击 在爆炸发生之后 技术人员进行了快速评估 此次爆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导致其在短期内难以修复 在9月27号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了12% 现在已经到了10月份 距离冬天就已经只剩下几周的时间 欧洲是否能够挺过这个冬天呢 在之前俄乌战争的影响之下 已经导致了能源危机的发生 在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 创造了历史新高 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谴责 俄罗斯切断了大多对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欧洲为了减轻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制定了一个存储目标 就是10月1号将达到80%的存储容量 目前储气的容量已经达到了89.6% 超过了预期 对冬季天然气供应短缺的担忧有所减缓 近期的价格有所下降 然而这个储气仅仅只是为了应对消费 而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如果俄罗斯完全停止天然气的出口 或者冬天变得更加寒冷 那么在2023年的3月天然气将在欧洲变成稀缺资源 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 欧洲其实到底有多么依赖天然气 事实上欧洲大陆非常依赖天然气进行发电 运输还有供暖 在2021年 欧洲76%的能源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 天然气占34% 石油占31% 煤炭占11% 而俄罗斯是欧洲最依赖天然气的国家 其中62%的能源来自天然气 俄罗斯有54% 意大利有42% 英国有40% 消灭压力有39% 包括水电 太阳能 风能和生物燃料在内 可用的再生能源占14% 核能占10% 俄罗斯对于天然气的供应紧缩 也使得各国加速寻找替代品 对比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只有34%的能源来自燃烧气体 那么现在的储量如何呢 对比去年同期 储量其实增加了15%左右 大多数的欧盟国家 都有着各自的天然气存储设施 那么目前 德国的天然气储量92% 法国97% 意大利91% 荷兰达到了92% 除了应对储气的挑战之外 几个欧盟国家还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措施 以应对飞涨的能源价格 因此 无论是俄乌战争 还是北溪设备遭到的破坏 都使着欧洲能源危机更加严峻 如果俄罗斯切断供应 欧洲大陆需求不减的情况下 明年2月欧洲的天然气存储量将不足20% 看来这个冬天 欧洲可能会真的更冷一些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